首先我要非常謝謝梓榮老師 因為他有特別留言 就是說他很願意當中牽線 我非常興奮也很期待 所以我會盡快跟梓榮老師聯繫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讓我這個超級粉絲可以親自跟二姐見面 那好好談一談 當然更重要我也很希望二姐能夠 給我們他對於大巨蛋的一些建議跟看法 因為他非常有經驗而且專業 那當然他也是我們國民天后 我想透過他過去這麼多年的專業經驗 來給大巨蛋整個場地 未來如果可以扮演唱會的一些建議 比如說要怎麼樣的規劃 相關的設備啦 空間啦 等等 所以也很希望在這方面跟他請教 大巨蛋是我們的首選 那當然我想現在還在進行相關的 相關安全檢查 那最終也是要回到台北市政府 我們會做最嚴謹 最嚴格的把關安全無語 接下來就可以舉辦 演唱會 肥體育賽事包含國慶晚會 那當然如果沒有符合標準 我們就必須要求限期改善 我們一定會努力 而且一定要讓他符合安全規範 所以國慶晚會我們也有備案 就是見識如果沒有符合安全標準 我們就會在台下體育館 但是我們的首選在大巨蛋 因為他的空間容量 民眾最多 也不受天后的影響 國家的慶典 我們希望能夠廣邀所有的民眾 都可以參與 我們今天會... 我們在台上 主選明 幾個非常認識 我們 今 我 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